现在这个楼梯已经做好了 上来以后呢 这个空间划缩了两个区 靠楼梯那边呢 是隔成了一个卧室 然后靠这个矮墙这边 是一个麻将室 然后现在 这些区域呢 装这个栏杆的 过去都要拆掉 拆掉然后做这个断桥里窗户 包括这一块一面墙 也是装这个断桥里窗户 然后中间开一个门 从门出来以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大的露台 现在这边规定露台上面 再不让加盖东西 比如说盖个亭子都不容许 所以说呢 这边只能是作为一个开阔的区域 以后可以用来 在周边种一些绿植 或者说是在上面烧烤之类的 都可以 这边位置呢 就是稍微有点偏啊 然后这边 是加盖一个卫生间 就现在原有的这个梁 上面 气墙 然后盖一个卫生间 门洞是从 这边开 开一个卫生间的门 现在这边就是一个锅道 锅道过来以后 这面墙是全部把它用砖 封住 然后这一块计划的是冰箱 然后旁边有洗衣机 然后有洗手盆 洗手盆呢 可以用来洗一些水果之类的 因为这两边都是窗户 这边是窗户 然后这边也是窗户 所以说这个麻将式的水光还是非常好的 现在就是要把这堵墙要砸掉 砸掉 然后去一个小台子装这个断桥的窗户 开始炮后 点点 你都是一两公斤的 说说你算不准 必须要紧下面那个尺寸上来 你在上面这个尺寸才比较矩 想法是出到原 现在这个楼梯已经做好了 也是现场用水泥沙浆线胶的楼梯 从这边上 然后楼梯下面呢 是计划做柜子 做这个进户的协墨柜 然后这家房子面积 一楼是124平米 楼上面积是一样大的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卫生间 本来是厨房 这边是餐厅 然后这一块 是把这个墙面给砸了一点 让这个门洞呢 显得宽一些 作为一个过道 然后这边墙 原来是卫生间的一个门 把它封住 空住以后呢 从这边开了一个门 然后这个卫生间 作为衣帽间来使用 然后这边就是主卧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大的客厅 也是相当于一个横厅 然后这边呢 夜主电器都已经买了回来 现在放的房子挺碍事的 建议大家电器不要买这么早 可以把这个电器的尺寸定一下 但是提前不要买这么早 影响工地的施工 咱们再上去看一下 这个上面现在看到的地方都是增丰面积 虽然说赠送面积吧 但是装修起来还是挺费事的 上面的水和电都得重新来做 包括一些隔墙 还有这块的卫生间 都是要重新来做的 有好也有坏吧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